只要技高人胆大,上课就像放暑假 女主刘美原来还不信这话 但自从见识过同桌阿关上课开小差的技术 她觉得这句话深信不疑了 这天历史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 阿关却在下面偷偷摆弄橡皮 刘美正纳闷她要干啥时 就见阿关从书包里摸出一把又一把橡皮 心知这家伙不打算干人事 刘美赶紧小声提醒,却被阿关用手势制止 正当刘美看入迷时 老师点她起来回答问题 她顿时一个技灵站起身 怎料动作太大 惊吓得阿关丢了橡皮 见阿关投来责背的眼神 刘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明明开小差的是她 怎么错的反倒成自己了 很快课程过完 阿关的多米诺大功告成 刘美见状不由得佩服起来 但看到多米诺镜头绑着一个烟花装置时 她整个人都不好了 卧槽,你押疯了吗 然而阿关只当她视耳旁风 反手就按下了多米诺开关 刘美下一时抱住脑袋 但想象中的事并没发生 因为烟花什么的 全都是阿关自己脑补的 到了下一届国语课 阿关套出一副将棋 摆好各个棋子后 她拿起副将 刘美好言相劝 这是上课期间 你别搞出声音 说完她突然发现 副将把主将干掉了 再看阿关给副将套上主将外皮 她忍不住脑补出一场叛贼戏码 然而接下来的发展 更出乎刘美的意料 只见阿关摆动棋子 让所有人对准了叛贼 刘美心底暗暗激动 上啊 干掉那个反贼 但阿关却不按套路出牌 出此音响的手段 让所有人感到畏惧 不得不听从于 叛贼的指挥 与此同时 敌军趁着内乱 整军包围了大本营 眼看着无路可逃 阿关再次使出骚操作 就在这群龙无手之际 真正的主将带伤归来 没等刘美为这将领之风感动 阿关又让叛贼踩着主将出场 这一来二去 她实在忍无可忍 阿关怒目而视 自知理会的刘美赶紧坐直 翻开课本 假装什么都没做 很快到了下节课 刘美见阿关只是擦桌子 便以为她不打算搞事情 只能下一秒 阿关就掏出了 各种各样的专业修复道具 还先抹上树枝硬化剂 等天不好周面的坑坑洼洼 再拿出风层辣疯狂打磨 虽然刘美不明白 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但阿关却一脸满足 好像马上就能升天当神仙 转眼一节课过半 阿关突然看向刘美 想抱她打桌子 也打磨成镜面 见刘美不从 她又掏钱贿赂 结果还是打面 阿关忍不住 哀声叹气 看起来委屈极了 刘美见状有些不忍心 于是掏出书本中的电板 让她拿去消磨石剑 阿关的眼睛瞬间放亮 接过来就是一段用力摩擦 摩好后 她把电板还给刘美 刘美看着赠光瓦漏的电板 还没了机感叹一声 就被摩擦产生的静电 电出了一副上马特造型 这节课阿关拿出了围棋 刘美想着自己不懂围棋 肯定不会在意她怎么玩 结果外面想到 阿关虽然不懂围棋 但用棋子摆出了熊和兔子 让他们两只在棋面上打架 刘美在一旁看得欢迎自我 难道说这才是围棋的正确打开方式 她实在太过在意 以至于满脑子都是熊和兔子 完全没跟上老师话重点的速度 刘美气鼓鼓地看向阿关 然后发现她又有了新动作 就这还不算完 阿关又创造了新的敌人 上黑白两只兔子打了起来 刘美正看得入迷 突然被老师点名批评 她解释说都是阿关的错 可对方早已毁灭证据 刘美见状掏出笔记 说是阿关开小差的证据 下节是化学课 刘美正爱按祈祷阿关 别在这节课上整幺蛾子 就见她拿着一把磕刀 偷偷摸摸在桌底下雕刻橡皮 不仅如此 阿关还未硬张 准备了非常专业的印尼 看她一脸满足的模样 刘美心里倍感无语 这么无聊的事 估计只有她喜欢了 这时阿关突然把东西收起来 原来是班上的黄毛来了 这人是出了名的随意 如果被她发现开小差 恐怕比被老师发现还麻烦 刘美不禁感到一丝庆幸 与黄毛在阿关肯定有所收敛 自己也就能认真学习了 啥而现实必非如此 阿关继续雕刻橡皮 直到橡皮变成真正的印章 她仔细检查后 发现一点小问题 正准备继续雕刻 突然发现磕刀被黄毛拿了去 黄毛甚至还抓过她的手 在本子上按手印 若此过分的行为 难怪阿关视她为大敌 好在黄毛玩意的很快 阿关擦干净手 又继续刻张大叶 只见她拿出一块新的橡皮 刘美看傻了眼 真离谱的脑洞 确定不是当代手艺人吗 这时台上的老师突然发话 说要擦掉黑板上的重点 刘美一听赶紧做笔记 那边黄毛不小心写错了字 再看文具盒里没橡皮 她直接拿过阿关的使用 刘美光顾着同期阿关 连笔记都没来得及做 最后只有他们受伤的世界打成了 这天课上 老师宣布今天会有一场变难演习 刘美听得很实认真 至于旁边的阿关 压根啥也不听 只顾着摆动机器人 她甚至还帮机器人打造了个完美家庭 很快 避难演习的广播响起 大家纷纷躲到桌下 只有阿关一人和敷衍 再看她的机器人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之后学生们前往操场避难 阿关和同学说说笑笑 完全没有演习的紧迫感 反观机器人一家已经收拾好行李 一看就知道是逃难的 刘美忍不住吐槽阿关 你好歹跟人家三口多学学呀 来到操场抱腿坐下 阿关光顾着和同学说笑 一个不小心踢分了机器人 刘美看在眼里突然怒火中烧 等阿关回过神 四处寻找机器人 这才发现他们被刘美抱在怀里 这天英语课上 刘美发现班级同学都在偷偷传纸条 其中阿关手里的最多 更让她觉得离谱的是 阿关竟给每个纸条上盖戳 这时 刘美收到好闺蜜的纸条 上面说阿关开办了邮局 只要把纸条传给她 她就会帮忙盖上游戳 刘美靓女无语 当即决定写封信给阿关 让她知道这番行为 有多影响别人上课 当她写好地给阿关 却被对方拒手 因为信件的大小不符合规定 很快 刘美重新折好地过去 此料阿关又订了一份意愿表 上面不仅能选择配送方式 还能选择信件送大的时间 等她好不容易填好表格 阿关那边既暂停了业务 刘美气得咬牙切齿 突然发现告示牌上有一串小字 原来业务实际外的邮件 可以投放到教室后面的油桶里 刘美看了业老师 然后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 虽然差点射死 但刘美却很庆幸 等阿关收到信 总能明白她平时过得 有多水深火热了吧 结果 转眼又是新的一天 刘美发誓 今天一定要好好听课 千万不能再被阿关转移注意力 可当她看到阿关 把小兵和公主的棋子 单独放在大军对面时 整个人瞬间不淡定了 刘美忍不住想开后续 则让阿关浪漫过敏 直接派出大军权和小兵 刘美一边脑补一边流泪 神家俩只是想在一起 怎么就这么难 这时阿关翻过棋子 只见背面写着夫妻二字 刘美再一次刻上头 在绝望的境地里 让人确定了坚不可追的爱情 这实在是太罗曼蒂克了 刘美忍不住为小兵呐喊助威 可阿关不干人事 转头就让手下士兵挟持公主 以此来要挟小兵就范 刘美被虐得看不下去 突然发现地上有枚主将棋子 其背后还写着父亲的字样 刘美瞬间捞不起新剧情 主将本是小兵的父亲 却被国王洗脑 不得已与儿子战斗 如今他恢复神志 历解归来 肯定会救儿子于危难之中 正当刘美思索怎么突破时 台上老师神主攻 装阿关起来回答问题 虽然佩服阿关在短时间内 葬说这样一堵人强防御 但刘美并不打算服输 只见他指尖一弹 棋子飞射而出 指尖一核突破人强 成功让主将老爸救下儿子 到了下一节课 见阿关拿出毛线编织 刘美露出不屑的笑容 因为她从小就拥有超强编织天赋 现在已经是国家认真的二级高手 如果阿关敢制出半吊子的玩意儿 她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但让刘美没想到的是 阿关的动作熟灵又快速 根本就不是初学者的水平 观赞惊讶后 刘美再次坚定起来 不慌 阿关到底是个菜鸟 连编织的手法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结果下一秒 她就惨糟打脸 那竟然是双头勾针 但很快刘美又露出了奇面的笑 编织可是门很深的询问 虽然双头勾针法很流行 但其独特的厚度 只适合用来编织毛衣或者帽子 如果她想编织玩偶的话 就不应该选择这种针法 刘美信誓旦旦 可当阿关做好仙人掌玩偶 她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因为看到这个仙人掌后 刘美的内心产生了激动 像是沙漠中遇见一抹绿意 是那么的让人澎湃不已 阿关以为刘美要抢走玩偶 以此来告发她上个开小差 于是马肉销毁了证据 刘美见可爱玩偶没了 整个人怒火中烧 阿关可以发誓 这绝对是她开学以来 第一次认真听课 放了第三节美术课 阿关又开发了新玩法 借着桌面上的坑洞 玩起迷你高尔夫 刘美和往常一样 被她的动作吸引 却不知身后的麻花辫 这么不转进地盯着她 妹子叫做英子 想和刘美成为好朋友 本打算借着美术课加深关系 却没想到刘美一直盯着阿关 那一瞬间 英子悟了 看来八卦成不起我 他们之间真的有点爱情 那边阿关瞄准刘美手边的洞 轻轻推赶 让球朝那边滚动 眼看就要抵达 意外突然发生 刘美转过头才发现 看阿关闷闷不乐 她连忙聪上去道歉 后面的英子看得一脸莫名其妙 明明上一秒眼神还拉丝 怎么下一秒就吵架了吗 她不由怀疑两人已经 到了灵魂伴侣那一层 不需要说话 仅有眼神 就都明白彼此心里想的什么 这时阿关拿出一根棋子 想要刘美拿着 摆在坑洞前 刘美不想陪她一起射死 但想到刚才是自己不对 只好选择妥协 然后陪阿关去桌子下找球 后排的英子顿时小脸通红 严重怀疑两人在下面接吻 于是下课的时候 她找了刘美 可惜刘美却以为她是支持自己 反对阿关上课开小差 只能说是个美妙的误会呀 第二天数学课上 阿关掏出一个可爱小熊 刘美当即被蒙的放下笔 给你好好观赏下她的操作 直接阿关拿出帐篷 给小熊带上背包望远镜 刘美看着这么可爱的小熊 一颗心瞬间萌化 要是阿关一直玩这种 天真无邪的小游戏就好了 这时 刘美突然注意到阿关紧张的神色 顺着她的视线看去 好家伙 前周背上有只熊 她让阿关不要影响七家同学 可无奈阿关一点都不听 操控着小熊就往上爬 突然前周拿起橡皮 一阵动作 她背上的小熊 也随之摇摇欲准 下一秒更是被甩飞了出去 刘美瞬间大惊 原来这不是游戏 而是生死攸关的攀登悬崖挑战 就在小熊要抵达顶峰时 突然被衣领阻挡了下来 前周感觉脖子后面不舒服 忍不住伸手抓了抓 不过她并没有发现 小熊也趁着这一时机 成功跨过难关 继续向上爬 在索人的敲手期盼下 小熊最终抵达巅峰 落下独属于她的旗帜 正当两人沉浸在喜悦中时 下节课 阿关掏出一辆遥控车 然后认真学习起交通法规 刘美看得一脸懵 不明白她到底在想些啥 紧接着阿关又掏出一些小道具 一次摆在桌上 创立一个驾校 刘美恍然大悟 看来她是想考驾照 但是遥控车驾照有个屁用啊 阿关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在正式驾驶前 她按照交通法 先绕车两周检查车辆 确认安全后才驶入S弯道 可无论她多么小心 还是一不小心压到了边缘 阿关健壮 连忙到车重来 怎样又在半坡停车的项目上翻车 这下她彻底绷不住了 抱着驾校失声痛哭 看到她手指上贴满窗可贴 刘美忍不住瞳孔地震 这不就是一场游戏吗 至于这么认真 很快阿关凭借激人的意志里 成功通过了驾照考试 她长松一口气后 迫不及待给自己换了个驾照 老师见阿关举手 直接点她来台上解题 阿关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忙向刘美投去眼神求救 甚至还掏出空白驾照 加以利用 刘美本来已经心动了 但见她定了遥控器 催促自己 先通过驾照考试 她又瞬间心如止水 这天游泳课上 老师教学生们练习心肺复苏 并表示 这使用关性命的技能 一定要好好练习 刘美看着只顾收效的阿关 心里内叫一个鄙视 连机器人都知道认真练习 你呀真是白活这么多年 很快练习时间结束 老师让大家自由活动 刘美见阿关玩得开心 完全没顾及机器人一家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既然你不带他们玩 那就我来 刘美四处观望了下 稍后发现泳池边有 准备好的水盆和沙太椅 刘美将它们放在上面 转头就要找闺蜜去游泳 直到黄毛发现了机器人一家 抓起小黄 直接丢入水中 刘美刚要下水救援 一个男生突然游了过来 小黄一下被撑得够远了 正当刘美手足无措时 因此站在水中朝她昏手 看到对方头发上的小黄 刘美瞬间一个机灵 她让英子别动 之后跳进水中 偏偏正是阿关路过 顺手带走了英子头上的小黄 等刘美游过来没找到小黄 便以为她沉入了水底 于是只好潜入泳池 四处寻找 但她不知道的是 阿关已经让一家三口团聚 甚至还为他们准备了切西瓜游戏 专演到了中午吃饭时间 听见同学夸阿关的便当不错 刘美忍不住回头看了眼 按道她做的章鱼香肠很可爱 结果下一秒 阿关就以特别凶残的方式 咬断了可爱章鱼的身体 然而接下来还有更过分的 阿关将一家三口奋力抵抗 拿起筷子直接捅了个吐息呢 这时 刘美突然注意到 阿关夹此一个战士香肠 看那全副武装的样子 就知道肯定是个狠角色 刘美本以为阿关不会下嘴 结果 但阿关吃得太急 一不小心被呛到了 刘美看到 忍不住心灾乐祸 然后就被朋友吐槽 你笑得可真是邪恶 刘美回过神来不明有些羞愧 只是吃便当而已 她那么认真干嘛 可看到阿关吃你便当 剩下了不少可爱章鱼 她又忍不住感到庆幸 这样一来 就能逃过全面了 可惜阿高兴得太早 直接阿关把便当一推 剩下的章鱼 全进了她朋友之口 刘美备受打击 忍不住眼角犯了 终究是逃不过命啊 这天 刘美生病没来上课 因此对此表示遗憾 为了阿关兴奋过头 她仿佛脱了江的野马 直接从客桌中 逃出新道具 当中玩起指人相扑 见她不停戳啊戳 身为科学家的英子 突然顿悟 难道说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不然她怎么赶上课开小差呢 正想着 只能突然掉到一旁 见阿关拿出胶带给她包扎 英子整个人瞳孔地震 说不定是因为 与刘美分手 阿关才会玩这种小孩子游戏 英子忍不住替两人委屈 明明心意相通 为什么要分手呢 可接下来 看到阿关拿出新指人 伤她把另一个击败后 英子又有了一个新的猜测 英子忍不住担心起来 再这样下去 两人只会渐行渐远 她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不让这对有情人逼应呢 英子紧张地晃着双腿 一不小心踢到档子 成功阻止的阿关开小差 阿关胆战心惊地开向一旁 隐约看到刘美的幻影 她顿时吓得脸色发青 英子看到这幕又误了 她一定是在思念刘美 说不定我课的CP还有很好的可能 第二天 变好的刘美回学校上课 看到她元气满满的样子 英子内心悲感欣慰 又说我课的CP不会避易 到了下节课 老是准备给同学播放教育类影片 阿关却偷偷拿出了将棋 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 她又摆出了一副国际象棋 让不同体系的两种棋子对垒 刘美健壮思考起来 到底哪一方才更胜一筹呢 突然 教室灯光关闭 刘美忍不住幸灾乐祸 这么暗看你怎么玩 结果没想到 阿关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通体漆黑的国际象棋 在昏暗的环境中如通影山一般 眨眼间 便把将棋避入绝境 刘美看得咬牙切齿 直呼阿关形式太过卑鄙 她连忙跑出一块橡皮 打算像原来一样去拯救他们 可眼下的环境太过昏暗 刘美根本看不清楚棋子的位置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 突然看到脚边散落的将棋 心里立刻有了个主意 另一边 阿关手持国际象棋 准备给予将棋最后的进攻 突然她听见想动回头 发现逃退的棋子 竟出现在了桌面上 而且变得越来越多 阿关慌张的把将棋扫落在地 刘美见状立刻捡起 然后摸黑送回桌面 看到这一幕的阿关再难淡定 一度怀疑棋子变成了鬼回来报仇 她赶紧把将棋收到盒子里 双手合十虔诚祈祷 希望他们能放自己一马 刘美很满意这个结果 可就在她准备回座位时 却发现自己的裙子被压住 这下可真是BBQ了 这天一语课上 阿关拿出布条蒙上眼睛 准备玩新年流行的拼图游戏 看到她拼出的奇怪小人 就每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 差点当着全白面射死 等她再回头去看 小人的五官已经摆放整齐 接着阿关又拿出一对道具 准备给小人搞个好看的发型 只见她精挑细血 这时 老是要擦掉知识点 刘美赶紧低头做笔记 等她再抬头的时候 阿关已经拼好了一家三口 经过阿关的努力 小人从一个不良少年 变成了一个可靠的父亲 而她的孩子也在着重成长 从墙宝到战利 接到上学 这就像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 记录着他们的幸福生活 刘美越看越久的温暖 可看着他们越来越远的距离 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刘美决定拯救这个孩子 只要吹口气 让双亲亲的距离复原 说不定这一家人就能和好如初 好在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只能一家又过上了美满生活 这天历史课上 老师发下来的资料不够 刘美只能和阿关共用一份 因为两个桌子拼在一起 阿关没办法从书房套东西 也就不能拿道具开小差 见刘美在那里幸灾乐火 阿关直接黑了脸 反手从笔合中拿出扑克 你不是想学习吗 我骗不让你学 阿关手法学习的开始魔术表演 甚至还想让刘美参与进来 刘美见状 暗暗告诫自己 一定不能上了她的档 于是装作什么也看不见 一心只不胜闲说 怎料下一秒 这时老师让浅田 站起来回答问题 刘美看到她背后的牌 整个人非常不淡定 这牌刚才不是被我捏扁了吗 怎么还有 见阿关脸上挂着得意的笑 刘美越发感到不爽 不过是个小把戏而已 只要事先准备两张方块A 就能让别人误以为牌面复原 刘美自认看透一切 可桌上那张被捏扁的牌 并不是方块A 再看真正的方块A 被阿关从嘴里吐出来 刘美彻底破防 无视大作战就这样宣告失败 第二天课上 刘美意外发现 阿关竟然戴上了眼镜 明明早上还没有 说不定是为了学习 瞬间整个人的心情开朗了起来 下一秒 阿关掏出一个镜子 见她左看看 右看看 刘美感到十分意外 没想到她 还挺注意一容一表 似乎是觉得眼镜不好看 阿关又从包里拿出一堆 刘美瞬间无语 这里是学校 你呀当是眼镜店吗 见阿关对自己的话置之不理 刘美索性不再去管她 可还忍不住暗暗观察 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看 直到对方戴上黑框眼镜 刘美才觉得满意 但阿关显然不这么觉得 斩头又开始挑选其他 眼看她越挑越离谱 刘美的眼神瞬间雄而起来 阿关真的有被吓到 最后只好选了黑框眼镜 刘美见状很是满意 总有种帮人种草的成就感 然后那节课后 阿关再也没戴过眼镜 终究是她错误了呀 到了下一节课 刘美见阿关认真低头写字 还以为她终于下定决心好好学习 结果仔细一看 好家伙 原来是在制作翻页漫画 想到阿关用棋子摆出的小动物 刘美猜测她的画画技术应该不错 不过那些都与她无关 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 刘美真的很不想在意 但见阿关拿出录制设备 还是没忍住看得过去 她竟然在给翻页漫画配音 专业实在是太专业了 很快阿关录制完成 满意的给自己竖了个大拇指 刘美见状更加在一起来 于是趁着同学都不在 偷偷跑回到教室偷看 然后她就发现阿关上客路的 原来不是台词 而是音效 这时耳机里响起歌声 恍惚间 好家伙 原来不是漫画 是广告啊 这天老师把刘美叫到办公室 询问她最近上课总发呆 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烦恼 刘美一听有些迟疑 不知道该不该把阿关上课 开小差的是条迷 就在这时 刘美听见两个老师 说今天会进行随身卧品检查 想着阿关逃不过这一劫 肯定会是个教训 刘美便决定先不打小报告 可我还没想到的是 阿关竟然带了机器人一家 如果被老师没收 可不就家破人亡了吗 刘美没办法坐视不理 约是告诉阿关 拖机检查的事 眼看快又来不及 阿关突然临机移动 掏出一块折叠板 把围巾物品放入其中 然后拼成一个箱子挂到窗外 善而一家三口还在桌子上 刘美越发不淡定 你倒是赶紧收起来呀 正想着 阿关又拿出饭盒 把机器人抓到其中 但只有妈妈和小黄 剩下的爸爸到底该怎么办呀 如今老师已经到了跟前 刘美无脸不忍心去看 却听老师说没有围巾物品 原来机器人挂在了椅背上 这才成功躲过了一间 刘美长松一口气 结果下一秒 刘美懊悔不已 但事情已成定局 想拿回CD 除了写检讨 编无他法 简直就是一个大气的惨字 上课小动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这部番剧的故事比较单一 都是一集一个上课小故事 但总体看下来还是很轻松愉快的 毕竟谁上去的时候 没有在课堂上开过小拆呢 喜欢这个番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YK